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我阿朗 我們今晚的節目主題 我們剛剛發現到 今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50周年 其實之前也有新聞說過 其實中國電影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喜歡拍這個 文化大革命的主題 其實今晚我們會有四部電影 是關於文化大革命 關於那個時期的電影 其實起碼最少有兩部 那時候大陸是不給拍照的 但是你又在民間的渠道是很容易找到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我們今晚的介紹 那我一說起文革的話 其實我第一部想起的電影 我都相信都不用再多說了 這一部真是出名到不得了 就是講這個大王別姬 陳海哥那時候都還沒有 好像很厲害的 陳海哥曾經是厲害的 現在不要說了 陳海哥那時候 其實這部電影 這個製作國家主要是一部 講中國大陸的電影 其實是香港 也是香港難得地曾經出戰奧斯卡 最後五強 最佳愛語片 那時候差點拿 那年是哪一部電影 忘記了 是不是那部電影 這是《法樂的傳說》 好像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不 還不記得 但我還不記得 沒有找回 那時候他沒有拿完 很奇怪 沒有拿 因為陳海哥不太熟 奧斯卡的規則 沒有宣傳 我想是Wiki 他拿了《康城金鐘女》 這部電影 我覺得《康城金鐘女》的榮證 比較大一點 對我來說 說回這部電影 如果沒看過的電影 都可以聽聽我們介紹 就講述 這個 張豐毅飾演的段小樓 還有張豐毅飾演的《程碟衣》 《程碟衣》這個名字 好像在我印象中 都有一個挺有名的網民 即是用這個花名 如果沒記錯的話 你想Facebook查一下這個人 我記得是 都挺有名的 在網絡上 對 《程碟衣》和段小樓 這些兩兄弟 自小就賣在戲班裡 《程碟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中國的戲班 是從小到大 還要是很地獄式的栽培 在這個地獄式的訓練下 他們演出的 《爆黃別姬》的戲碼 是鎮班之寶 但是 這兩個人 小時候開始 對於戲劇的理解 本來是有一個很大程度的落差 大哥段小樓 就覺得 其實戲和人生其實是分擔開 是分得開很圓滑的一個人 但是 《程碟衣》就不是 他不單止是 將自己的 他整個人都進去 《魚姬》這個角色 甚至是將《魚姬》裡面的角色 《魚姬》的性格 是從現實到體現出來 基本上可以說 人氣不分 甚至《程碟衣》 認定了他大哥 是伴隨他一輩子 簡單來說 其實他是 記憶的 但是 當段小樓 後來劇情發展 和青樓女之 《谷仙》 由相識到成親之後 《程碟衣》就覺得 《谷仙》是他和他大哥之間的 第三者 他覺得是 如果你們有情人 發現到你們有第三者 你當然會想盡辦法 想剷除他 《程碟衣》也不例外 而且這部電影 在一個時代背景 由國共內戰 再去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洪流下 其實也沒有想過 原來戲真的好像人生一樣 於是在這三個人之間 就上演了一個 真是爆黃別姬的戲碼 一個悲劇來的 《程碟衣》 要說一件事 其實在八十年代 中期開始 那一代冒起的中國導演 開始反思時代 反思以前中國的歷史故事 那時候 為什麼陳海哥這一部 被公認為 我們今晚說的四部 其實我個人覺得 都是成就 值得是最高的一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一個起始於一個 都挺另類的切入點 是用戲劇 來去反思歷史 因為裡面 張國榮 就是哥哥演的 程碟這個角色 就是因為 太執著 就是小時候開始 太執著 是一個 跟師兄弟 從一而終的一個概念 這一份 執著和迷戀 令到它分不清楚 現實和戲劇裡面的界限 所以就 後來 這部戲整三個小時 但是大家會看到 一次後一次 不會一次後一次 是做一個更大的悲劇 出來 這套東西 其實層次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其實說了很多話 除了文革之外 就是它在說一個時代的變遷 例如去到京劇後來 後來 有一些新一派的東西 就想改變京劇 又或者一些文化已經沒有了 這樣的東西 之後就 其實它不單止說文革 因為它順著中國的歷史的發展 而是看著這個藝術 即是京劇這兩個藝術 也都是跟著 那個時間 是不停地掩變 對 不停地掩變 但是 張國元剛才所說 它是不變的 永遠都是 那個瑜基 就是它中期 都不知道是中後 其實那個霸王 都罵過瑜基幾次 這只是戲 你要順著這個 時代改 時代改 但是它還是不行的 其實它有幾次是真的想自問的 幾次應該不止兩次 應該不止 其實 我覺得它是很反映到 中國那個時代的矛盾 尤其是它最後被人鬥那一刻 張國元晴Db仔說 連霸王都變成這樣 我的京劇怎麼還能留住 這樣 那種很無奈 對 這個時間過 好像 我是堅守著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我做不到呢 那 那 那種人生的體會 原來是很厲害的 這本 這一點是 非常之道用 我覺得這個描寫 其實它一開始 那段 訓練 那些人 其實都寫得很厲害 例如 不停地打 有些人想走 你唸錯一句台詞 就打 不呀你唸剛剛也打 不唸 要你記住 打你就要你記住 你真的不主意 對 這一下 但是 也是很反映到 現實的環境 很嚴酷 那時候 是很嚴酷 剛才Rawin說這部電影有很多層次 還有一個 在當時都比較敏感 就是 性別認同 和性向 這些題材 在當時都比較敏感 特別是 在華人社會裡面 這些題材是更加敏感的 在西方來說 那個年代 其實我剛剛上網查看 都算是敏感的 因為當年奧斯卡頒了一套 給什麼 四千金的情人 是完全不出名的 西班牙戲 另外說 有一個說法 就是這套戲 涉及到 一些 性向和性戀的成份 而奧斯卡評委 多數都是一些比較 conservative 老一輩美國人 所以這套戲 沒有獲獎 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這些題材 其實見到陳凱哥的處理上 所有事情裡面 套戲都很大膽 政治涉及 以及一些內容 也都很直白地說 沒錯沒錯 到後期 已經是發展到文革時期 他兩兄弟 兩師兄弟 也都是因為 之前和一些漢奸 和一些資本主義分子 一起和他們唱戲表演 然後被歸納 亦都是被 這個紅衛兵 是捉了出來 那就是 集體批鬥 是那時候 是一個集體批鬥的一個制度 那 而他兩師兄弟被批鬥 其實除了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原因之外 還有還有一些 就是私怨和挑撥離間 那到最後 其實 這部戲 就是 去到 完了文革 當然兩兄弟 當然是已經 散開了 沒有再聯絡 那但是 分別了差不多 整二十年的 師兄弟 當他們再重新踏上 這個台版的時候 我還記得就是 他們在試戲的時候 霸王還跟他說 你也是錯 到最後 我覺得 在這個時刻 就是 程爹地終於在 迷茫 他都迷茫了 差不多大半世 程爹地 終於找到一個出口 出口就是 真的拔破劫志文 那一刻真的很深刻 這部戲 他怎樣寫過霸王的假象 滿網 真的在張國人眼中 寫得很好 一開始 霸王的角色 其實都很大男人 又去妓院 又去立即結婚 有什麼事 又在吵 是 這個是開頭的霸王 前門的霸王 但是 當霸王知道 時代一直在變 他自己都要跟著 他的時候 就開始 很 很圍圍落落 整個形象 開始在程爹地的眼中 其實 這個大哥是一個 假霸王 其實 這個轉折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 很出色的轉折位 有一個挺有趣 因為當時 阿掌媛仲小的時候 他在街上撿了一個年輕人 在街上 然後那個年輕人 就批鬥他 嗯 我覺得這個 他對於一個人的命運 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就是幫一個人 後來他回去害了你 嗯 這個是一個很黑色的 很頹 其實那一刻也挺頹 嗯 小四嘛 是啊 他也很想做 很想做花彈 是 他也是一個 急攻近你的一個人 但是到最後 其實那個急攻近你 去到穿 都是害死自己 還有也都要 不可以不說的 顧長衛的攝影 真的很厲害 一個鏡頭 是可以說完 所有 要說的聚事 的內容 是 這部戲裡面 就是 無論是 大致故事 小致細節 和技巧 是 對於我來說這部戲 實在是完美的戲 是 聽過那層 還有一套 黃土地 好像都可以 第一套 聽過都可以 我手上有 未看的 這套 如果觀眾有興趣 可以買票入場看 這個就是 香港電影資料館 搞的 收穫珍藏 如果沒有記錯 是在接近年尾 排到年尾 是 如果沒有記錯 I Square 因為我也有興趣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看 無論是黃土地 也有 霸王別姬 其實都很容易找 那時候大陸 也算是禁影的 這部戲 但是 在民間渠道 是很容易找到 這部電影 禁不到 是經典的 這兩部也很經典 是 沒錯 好 今節介紹完這個霸王別姬之後 其實我們今晚間場的四首歌 都會用回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有些紅色歌曲 第一隻間場歌 送給大家 這首歌叫做 大海航行靠駝 這首我阿嬤很喜歡唱的 我聽過 以前我阿嬤很喜歡唱的 我小時候經常聽 這首歌 那可不可以聽你表演嗎 那就不要了 大家去歌吧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講完這個霸王別姬之後 第二節 講一下另一部 關於文革的電影 這一部其實未必有 今晚 其實 我們今晚四部電影 這部相對來說 比較不出名 但也是很容易找到的一部 但這部電影是我阿嬤推介我看 蛤? 真的嗎? 我阿嬤很久之前推介我看 想不到 她說這個導演很出名 她跟我說 謝進 沒看過 謝進她拍很多這類型題材 所以說當年她有少少紅洞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對 剛才我上一節講的霸王別姬 就是講文革 前期那段時間 對於資產階級的批鬥 其實有部分是因為 本身出於一個私怨 和妒忌的關係 就是覺得 我和妒忌是一個競爭對手 突然之間發現我 如果可以批鬥她 我就可以上位 當然 不為瑜伽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也有不少的情況出現 在當年來 這部芙蓉鎮也不例外 主人翁 劉曉慶 劉曉慶是 但是很出名的一個女演員 很出名 很出名 很少看 劉曉慶飾演的胡玉音 本來跟她老公開街邊 買米豆腐的街邊檔 賺點小千 過下日子 但是這個 文革 文化大革命之前 就有一個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 稱什麼呢 就是 稱公分 稱帳目 稱財物 和稱倉庫 這個四清運動開始之後 這個一直妒忌 劉曉慶這個角色的人 本來是一個 是一個國營食堂的老闆 這個女人 但是 剛好就升了一個 商局科長的 李國香 借點意 定性了劉曉慶 做這個 反革命分子 定了他做一個資產階級 是的 就是因為他是 做國營企業的 就是為國家服務 但是你不是 你是 自己做小生意的 對 你是賺人民的錢 來給自己用 這樣就不行 對了 那又 對了 於是說劉曉慶 被人充滿了整副身家 甚至乎 他後來 害死了他自己本身的老公 於是說劉曉慶 後來也是責怪 另一個主角呢 就是姜文 當時做很年輕的姜文 姜文 嘶嘶嘶嘶 對 反應而已 是啊 在那時候 劉曉慶的角色 在當年 跟她老公結婚的時候 姜文在她婚禮的時候 是唱過一些 她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跟反革命有關的歌 還有 姜文 因為在寫了一副喜聯 送給她兩公寶的時候 那副喜聯也是很出事的 於是劉曉慶 一直覺得姜文 是她這世人最大的黑星 有親在身邊 都沒有很大血的一個人 那 但是這兩個人 在這個時間起 已經是海外同事天涯論落人 而姜文 因為她是一個文化人 她也不為自己所做的事變解 我真的是一個 思想進步的人 她自己也不否認 她自己的角色 反而 就算劉曉慶是怎樣摘難她 怎樣趕她都好 在她最困難的時候 姜文永遠都是一個 守護天使來的 而且後來兩個人也生出了一個感情 這部戲的故事 流程上可能是四部裡面最平穩 最踏實的一部 而且 其實這部戲 重要角色 我剛才也說了三個人 但是其實不止 還有很多龐子的角色 但是 時間所下 我介紹不了這麼多 已經是 整個悲劇的故事裡面 你會看到 一個小人物 完全沒有辦法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就是 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 我剛才說 就是因為人家妒忌你 而受了一個無妄之災 其實在很慘的時候 應該有很多 那時候被批鬥的人 被批鬥的人 是 這樣而活地屈死了 其實這個 對比霸王別姬來說 他所聚焦的人 反而不是時代 那些很少人物的故事 就是 文革純粹是一個背景 他集中說 一些小人物如何生存 我覺得這個電影的角色 那個性格相對 都比較類型 你幾句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主角是什麼性格 還有一些壞人 你一出場都覺得他壞 就是 相對層次 就是那個性格層次 沒有 八王別姬那麼複雜 那他這一個就 我覺得 比較通俗一點 這套 以我所知 是真的通俗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裡面 很多思想上 都比較大膽 除了說 文革這件事 不說那麼多 不過 第一就是他裡面 那個女性的角色 那個氣氛是很重的 我看完的時候 我覺得 這套戲裡面 所有男人都是廢的 我又不至於這樣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廢的 因為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說 很女性主義 是很女性主義 因為裡面 很多男性角色 第一他很沒有自己主見 第二就是 好像剛才你說的姜文 那些很廢的 對 剛才這麼說 還有一個不行的男人 那個也是很廢的 其實我覺得文革戲 很多女強人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那個年代 那些男人 就是打仗 裡面的管理變成女人 你知道西方的時候 就是因為意志 令女人的地位抬高 可能也有 男人都出了 出了打仗 可能那些幹部變成女人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剛才阿朗說的 男性的而且 這部裡面不是一個主導的角色 但是 劉曉慶裡面的角色 那個死鬼老公 還有姜文 其實 可以說是 都不是很男人的男人 我覺得她 背後的男人也可以 一個成功女人背後的男人也可以 這個女人其實是不成功的 真的很慘 但是問題 但是 也都在背後支撐著 劉曉慶的角色 都是她兩個 其實 但是在中國這麼富權的社會裡面 將女性的角色發動這麼大 我覺得都 特別在那個年代 我自己覺得 是比較特別一點 另外就是那個多重婚姻 這個東西 在當年應該都是一個禁忌 如果沒有記錯 那 離婚 再婚 這些都很敏感的一些題材 是啊 那些人都不會有這麼多這些事情發生 聽說那時候拍這部戲都很大膽 還有我也想說 這部戲一直發展到最後 結局呢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很諷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 跟現在的現實都有一個對應 就是 害人的始作俑者 是 都還可以好心愛你得這麼過活的 發現到是 我覺得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 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社會性的東西 那些鄰居那些其實也有害過你 但是 整班人最後一齊坐在一起 跟他吃米豆腐 這一下我也覺得挺恐怖的 明明這個人 總兩天是害過我 試過我一鑊 今天竟然坐在這裡 跟我握手 吃米豆腐 我覺得這位反而拍得不太好 是嗎 就是對於 這個 這個 說 白北歐有一個導演 不是拍這個樣子很厲害嗎 那個叫人間九陣的導演 啊 對 他拍這些 他這個我覺得 你不會覺得他們有裡面的批鬥回你 我和你有那些瓜葛 好像他又沒有 就是他的影像 我看不到 我覺得有一點點暗示的 至少我自己感覺到 到最後的時候 還有我覺得他真的 一些惡的角色 他後來真的不行 後來真的很突然 所以其實他那個 都也是懲罰一些 沒那麼好的人 後來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那樣子 都變好了 幫了 所以其實他也有一些善惡的 批判 善的又好 惡的又沒事 所以其實都有一些傳統的中國的批判 嗯 嗯 對 那這部的 芙蓉鎮呢 那說到這裡 其實 我不確定香港有沒有可以買這一部 好像找不到 因為當年是 我媽媽推介我 然後叫我去幫她找一隻碟回來 我是找不到 有些舊碟舖 那我不知道 但是後來你給我那時候 我就給我媽媽看 咦 那你有在哪裡去看 不 我們查一電視就看 喔 但是他推介你也知道 他很久之前推介我 他幫我找到 好厲害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 有些真的來做客席主持 這樣也不是 好啦 今節講完這個 傅蓉鎮 之後 那第二隻 紅色歌 是什麼呢 那今次很簡單 三個節 其實我們不是想買廣告 但是 這首歌的確實是三個字 叫做 東方紅 是啦 那大家 先去歌 我們 對了 阿朗你阿麻 有沒有唱這個東方紅 是有的 那我們今晚那幾隻 有沒有唱過 其實我寫出來的 我應該知道歌名 我才寫出來的 好 OK 那我先去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介紹了這個符蓉鎮之後 今晚第三部關於文革的電影 哇 這部都好出名的 這部 阿張藝謀 都算早期的東西作品 這部 都不是說好早的 這部 早期啦 我當他都是早 空間 我覺得 不算好做 那段時間 我覺得張藝謀的東西都是好 但是 這部呢 就是活著了 這部呢 其實 就是說 張藝謀現在 在大陸都是一個很 紅的一個大導演 但是其實活著到現在 都好像是未解封的 這部電影 依然是要在一些 民間的渠道 才可以找得到的一部電影 但是 卡斯通不弱的 又說 講你 又說 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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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優肯定未出名 國優 國優就肯定未出名 張藝謀 張藝謀 有張藝謀的電影 其實都叫捧起 捧起了 其實那時候應該都 捧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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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秋菊 那時候也有什麼 秋菊 秋菊最早 那說回這部電影 我剛才上一節 其實我們 我發現這幾節 都有點賴 上一節說到一些小人物的悲劇命運 真的不可以不講這一套活著的 這一部電影 其實一開始 比較上意外的就是 因為國優 國優在大陸 本身是一直都做起劇的角色來的 但是這次他難得不演一個喜劇的角色 反而是演一個富家子弟 因為難倒就拜了整副身家 而這個老婆阿龔 也是帶著女兒和快生得的兒子 勸他街道等等 但是都依然不改了 於是國優直接拜了整副身家 連自己的家族都沒有了 是要留下街頭的 後來阿龔你帶小朋友回來 國優身邊的時候 國優終於知道自己家人很重要 於是他痛過前妃 和家人一起去踏踏實實地去過一些實在的生活 而國優呢 如果他不到錢的話 其實他演皮影戲是有一首的 於是國優就帶著他一個 民間的皮影戲班 去周圍表演 但是在這個戲班表演 去演出的時候 剛好遇上了國共內戰 甚至乎是做了戰夫 分別跟國民黨和共產黨軍 兩家茶飯都吃光 唱過了氣 很辛苦很辛苦 才可以回到自己家裡 和家人團聚 但是過了這麼久 一段時間回去發現他自己的大女 因為一場大病 就變成啞 變成啞巴 悲劇 也可以說接二連三 在每一段 這部戲裡面 都好像霸王滅基 由國共內戰一路講 然後一路去到大躍進 然後到文化大革命 這幾段時間 其實 國優這一家人 其實都可以說 在這些時期 每一個時期都可以 過到一段很短時間的好日子 但是 但是 就 剛才我都說 悲劇這件事 是不會完的 那 在大躍進時期 國民黨 sorry 國共內戰打完之後 這個大躍進的時期 他的兒子 居然被自己以前的戲班的兄弟 現在是車死了 聽到來這裡 我想大家 如果聽眾聽到來這裡 應該都會覺得 喂 這個故事真的有這麼慘 其實 但是 也看得出 張艾瑪在那時候 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導演 在處理上 我都還看到 他是夠膽直面史實 還有有一個批判性 還有他的細節都很拿走 尤其是 在一些特定的場景 用一些同樣的道具 在不同的時代 演變下 這個道具 是賦予了不同的含意 例如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國優這部戲裡面 是演皮影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皮影戲 其實 和木偶戲是差不多的 對我來說 皮影戲也是用幾支棍 來操控著公仔 其實這個也都 這些皮影戲的公仔 其實我覺得 都很像他們 這一家人的命運 是自己掌握不到的 只能夠跟著那個時代 是一直不停地搖擺 我不是特別喜歡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真的太慘了 我自己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這麼慘 我覺得他真的想弄死他 但我聽說原珠史書 是更慘 是 我聽過 後來我再跟大家說過 原珠的出入是哪裏 你看過他 我知道是怎樣寫 我很久之前看過 我不太記得 但我知道是死得很慘 嗯 有些懷疑我覺得 好像弄死他 一定要死 就是 製造一個悲劇的效果 即是你不死到差不多 你是不感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這種感覺 嗯 但他們的演技是不錯的 他們的技巧是不錯的 例如有一窩 我挺喜歡的 就是他們演一瓶 皮影戲 無端有些軍人 讀穿一瓶 是 即是他們在演一槍 一打的皮影戲 是 但這個時候真的有把刀 刺了進去 鏡頭裏面 那個劇情處理 除了一些慘的位置 我覺得有些位置 挺有趣的 例如郭憂他原本很有錢 他被人騙了 之後 他父親都被氣死了 好像很頂 但後來發覺文革的時候 原來撿到 否則他被人槍斃 這個是一個 是的 這個設計 我覺得 這個設計也不錯 也不錯 那種命運的問題 因為他活著是說這件事 你無論多頂 你都要活著 嗯 多辛苦也是 有活下去的勇氣才有 但其實他的活著 那個歌曲 很有趣 他是好像畜生的活著 咦 上一部陪庸鎮 又有一句對話 就是畜生的 好像畜生一樣 我搞亂了 哪位是陪庸鎮說 還是活著 陪庸鎮有說 是畜生一樣活著 而活著 就 印象中沒有 但都似 我印象中沒有 沒有的 但是你覺得 聽這樣說 其實兩人都似 差不多 阿朗 你那時候是不是 很久之前看了 那時候我和我媽媽一起看 那時候我和我媽媽一起看 那時候哭到皮皮皮 我想問你有沒有 我不記得 因為真的很久 那時候我Y1四年前看 透露子 這家人的命運 可以說是和皮皮皮皮 可以說是一脈雙城 即使去到文革時期 剛才羅英都說 真的很幸運 如果他們當年被人 騙了那棟房子 他們就變成走資派 就要被人批死 那時候就要 而大女的那時候 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但是呢 又因為生孩子那時候 即是有小朋友之後 生孩子的時候 因為醫院裡面的醫生 就是那時候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無論你是地主呀 資本家 總之你是有資產人 被批鬥 知識分子 由醫生到老師 全部都不能夠幸免 甚至乎是 爹親娘不及蒙主即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有個slogan 即是在 葛休的女婿 即是娶了女兒那時候 有一段是 女婿是向著毛澤東說的 啊我在你身上 即是我在你身上 拿了你的女兒了 即是你想想 不是向著大女兒的家人說 而是向著毛澤東說 那時候已經 即是這一段 其實已經是一個 即是批判 這個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那段時間 一些愚昧的思想 已經是批評得很厲害了 而最諷刺的地方就是 在醫院裡面是一個大夫 即是找不到一個醫生 真的醫生也是找不到 而裡面那一堆護士 而且還要全部都是學生 而也是那一堆學生 批走了那些醫生 那這一段呢 其實對於我來說 真的 那個批判性 是去到一個極致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呢 對比附育震 附育震也有一點主動 這個完全是被動 完全是不能動的 你 例如附育震 這張掃地 他掃得很專業 很專業地掃地 之後他又要結婚 我就要遞後分子 證書類似的 但是他這部電影 根本上就是 完全是被波子丟來丟去的 完全是沒有主見的 或者是不能選擇 是不能選擇 去到哪裏就去到哪裏 已經是 因為他們本身是 已經沒有拉錢的 剛才都說 要是他們有錢的話 他可能寫得更加瘋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是很消極的 例如 我記得好像國優說過的 有一間屋燒了 然後他說 燒得好是反鑑力的木頭 燒得好 燒了三天 這個也有印象 是 就是這一段 他們的情況是完全 沒錯沒錯 你是沒錯 但我又要穿 就是他們的情況 完全是被人站著 有不同的芙蓉症 那些都會為了生存活老 就是會去反抗一下 這個不會 不過這個活著的那個心態 應該那時候有很多 就是 剛才說到 這些被批鬥的人 就是 是連尊嚴都沒有了 那時候是 即是有很多人 是因為被捉過出來批鬥 是覺得 即是 這是一個災難 是一場災難 是一場災難 於是 甚至是連自己的親生子女 如果是 因為是被這個毛澤 即是毛魚鹿的思想 是分逃得很厲害 即是剛才說 爹親娘親不及這個毛主席親 於是 如果老爸老母是走私派 地主是 資產階級的時候 你都要拿出來批鬥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 真的這樣走出來做 那所以這個 活著這個詞會 即是網絡就很簡單 其實是一個 那時候很多人的寫照 那這一部 張藝謀的活著 其實活著都很容易找 都很容易 是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 介紹完這個活著之後 那 我們 間場 接下來的間場 有個話很厲害 很長的 就是叫這個 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你看看 那時候的紅色歌曲 是有多 直接 為何會這樣填 填詞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有些歌是毛澤東自己直接填的 有些是 但是 我覺得這些那麼直發 未必是他填的 不不 我覺得 如果是他自己填 這些唱歌的無主席唱到 我都會笑 應該不會 很扭曲 好啦 大家聽聽黑歌之後 回來講最後一節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們 介紹了三部電影 霸王別姬 符用真 還有這個活著之後 今晚我們最後一部電影 其實可以說這四部電影 是最非典型的一部 即是 有幾非典型呢 這一部就是 陽光灑爛的日子 其實挺有趣的 我想說 一件事就是 霸王別姬 符用真 不是 霸王別姬 活著和陽光灑爛的日子 都是在9394年 這段時間 這一段時期 是出 就是 關於文革時期電影的比例是比較多的 但是這一部呢 就不再是 好像之前 剛才那三部一樣 是用一個成年人的視覺去講 這個文革 而是以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霞宇飾演的這個馬曉君 霞宇現在都很出名 是 這麼小 霞宇不是香港做TVB 不是香港的霞宇 不是香港的霞宇 當然不是 這是大陸的霞宇 真是大陸的霞宇 真是叫霞宇 聽說那時 姜雲在學校面上 隨便找了一個 嬰兒踩滑板 踩滑板 踩滑板 跟我拍吧 其實霞宇的樣子很大眾面 但是呢 很大眾面 但是我想說 我認識幾個 差不多 我上班幾個大陸人 然後我老表 那個樣子差不多 面長長 眼細細 但是呢 我下雨 這部戲裡面下雨的樣子 其實不難想像大過了 他可能好像姜文那樣子 其實都 我覺得有點像 其實這兩個是 姜文大隻一點 可能 那時候才覺得 下雨真的很合眼 於是 就找了他做這一部 會賽明亮 就是找李康生 文革開始之後 全世界的大人 大人都出去了搞革命 上山下鄉 什麼什麼 而學校呢 就停了課 因為學校 就是故書知識 這些東西 不需要 於是學校 全部索性都停課 那些小孩呢 那時候 不用回... 沒有... 即是不用回學的時候 會做什麼 會做什麼 當然要出去玩 對不對 大家都乘機 出去... 到處玩 玩到處當 馬少軍不單跟朋友聯群結黨 到處互運 馬少軍也有一個很奇怪的嗜好 就是很喜歡用百合時 來偷入別人家裡 大人我出去了的時候 他就進去別人的空屋玩 不單這樣 甚至是他會偷玩老爸 那一部櫃桶裏面那包Grandom 都是當氣球那麼吹 還有一些... 因為他老爸都是教工人階級的人 於是乎 也都... 拿他一些公分拿回來的勳章 用來扮做軍人 扮成大人 那這部電影為什麼會叫做非典型呢 就是... 那個切入點不同 就不代表是離體的 姜文呢... 現在我們很多人都說姜文 其實是現存大陸裡面 最好的導演之一 我覺得沒說錯的 這個... 這麼沉重 就是講文革的背景 但是他拍出一部... 很另類風格的一部電影 這部陽光燦爛的日子 真的很陽光燦爛 很青春氣息的一部電影 其實我挺喜歡他的處理手法 因為... 當局者迷 你在裡面的人 其實你不會覺得自己很慘 一般的大眾 大部分的人 你不會覺得自己很慘 而是你會投入在那個process中 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那些被人批鬥的 你不是資產階級 你是無產階級 所以你用一個無產階級的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很無憂無慮 不用回學中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切入角度 是... 合理得來 其實是... 挺輕鬆的 沒錯 而... 他們這一班... 年輕人的團服裡面 出現了兩個女生 先是... 魚陪雷 熱情奔放 當然... 那時候馬少軍... 我說是十五六歲 即是... 那時候是... 青春期很旺盛的一個時期 那... 即是... 當然吸引了他 但是... 別人... 女生的助力 當然不在他那裡 對不對 所以... 後來出現的另一個女性的角色 米蘭呢 也吸引了馬少軍 而這個米蘭呢 對馬少軍的態度 也是... 就是跟剛才說 第一個女生是魚陪雷的態度 是有所不同 那... 於是乎呢 原來馬少軍在這個... 回憶裡面呢 是... 多了一份... 很美好的 是... 即是... 這個... 馬少軍的角色 其實一直都是... 想... 去... 溝米蘭 那... 於是乎做很多很出位的事情 在這裡 跟阿朗剛才說的 其實在這個時間裡面 其實是... 最無憂無慮的 可以說是 那... 但是呢 這部戲呢 去到後來就... 呃... 出現了一個轉捏點 就是... 馬少軍一直都... 就是... 在這裡聚實著 他自己這個... 這一段時間的... 這麼... 精彩的... 街童的生活 但是呢... 去到... 就是... 後來的... 一個... 轉捏點裡面 就是... 這個東西又是... 不可以不炸的 就是... 就是... 很跳躍的一個... 很活躍的... 他整個... 聚事風格 但是呢... 他是... 非常之有文有路 這樣去... 講述一個... 青少年... 怎樣... 在... 這個... 這麼艱難的時期... 但是... 在... 青春期... 這麼旺盛... 這麼... 這麼厲害的時間... 怎樣去... 這段... 這麼艱難的時間... 去... 過他自己的生活呢... 我覺得這一樣是... 我... 為什麼我喜歡... 姜文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還有... 剛剛都說了... 他一個轉捏點就是... 馬少軍一直... 都在... 講一個... 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 後來... 突然之間... 不風一轉了... 就是說... 咦... 我講的故事... 話說我呢... 就... 經常都想... 自己講... 就是... 要講真話... 但是呢... 他到那段時間... 就是... 他的角色是這樣... 跟自己講... 但是呢... 就竟然... 那個... 那個故事... 突然回帶... 就是說... 他說... 不是... 其實這個故事... 是有點美化了... 我覺得這個處理... 是很屈的... 其實... 沒錯... 他其實... 很多記憶... 都是... 被... 情感去覆蓋了... 可能本身... 一件... 真實的事... 是很簡單的... 但是... 一個人會用很多情感... 很多那些... 不是真實的事... 去... 去... 令到... 一件很簡單的事... 擴大了... 那... 又或者... 其實... 那件事沒有發生... 但是... 為了令到我的回憶是... 美好一點... 是的... 於是... 我就特地... 作一個故事出來... 給大家聽... 這麼有娛樂性... 對不對... 我覺得... 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 他在講一個小毒男... FF自己跟女神... 是很朋友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是... 暗瓦底... 是想講一些... 歷史上... 很多人是... 遺忘了一些東西... 去美化了一些東西... 這樣... 我自己有個這樣的看法... 嗯... 沒錯... 嗯... 對了... 到了那段時間... 馬仙君... 就是... 向著觀眾... 質疑自己的罪術...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問題...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但是... 我發現到這部戲裡面... 他越是質疑... 就是... 由這段時間... 開始在質疑自己的記憶... 但是呢... 我發現到... 越是質疑自己的記憶... 其實... 那段記憶... 反而是越真實的... 我發現到... 有一個... 這樣的... 對比... 那... 而且這個... 對於記憶的質疑... 其實我覺得是... 象徵著一種... 在... 文革之後呢... 也都是... 文革時期之後呢... 也都有很多人是... 嗯... 一路... 那... 受害者當然就是... 呃... 有些... 都依然是想... 為自己找回公道... 也都是有些... 哎...算了... 我想... 呃... 這件事就不要再記住了... 那... 其實... 這一樣... 就是這個情節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是... 象徵... 有些人好像是... 不太願意... 願意面... 願意面向記憶這件事... 嗯... 另外我想說一個... 處理手法上面... 嗯... 嗯... 我... 看的時候呢... 他將這個... 這個... 然後... 我們之前... 在父親節那集... 講的那一套... 我父我兒呢... 那... 有個... 簡單單單的比較就是... 這一套呢... 它是... 真是... 你過了後之後... 才會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假的記憶的時候呢... 這個... 有種的... 震撼程度... 是... 沒錯... 不是一開始告訴你... 這個假的... 然後繼續告訴你... 這樣... 就不是這個... 處理手法的時候呢... 我覺得... 那個... 看下去的氣味... 對... 因為... 鮮甜... 然後再給一些... 比較苦一點點的東西... 我覺得幾過癮... 對... 這種技巧... 姜文的確是... 很厲害... 那... 如果大家... 會看這一部... 《陽光燦爛啤日子》的話呢... 其實呢... 有一些情節... 有一些段落呢... 其實... 姜文是... 致敬... 一些... 遊戲的時候... 覺得技巧很厲害... 尤其是是... 開場呢... 馬少軍是小... 童年的馬少軍... 就是... 玩拋輸包... 就是要扔到好像... 扔到好像... 一棟樓那樣的... 結果拋到那個書包之後呢... 一落... 那個書包下來的時候... 已經是長大了的... 馬少軍...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致敬了... Stanley Kubrick 那個玩... 2001 太空漫遊... 但我覺得這個... 玩笑性質的致敬... 是真的很成功的... 所以... 如果說... 姜文是... 到現在都是一個... 就是... 那麼多大陸... 導演裡面... 其實如果說... 就是... 最有財情的那幾個... 我覺得他都依然... 是... 實至名歸... 這個《一步之遙》有沒有看到呢? 有... 我覺得... 不錯... 但是... 其實很亮的... 《一步之遙》是... 但是... 對於我來說... 姜文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很... 很苦口婆心的人... 他想一個國家好... 其實一直都... 但是... 他是用一種... 比較... 稀笑無碼的方法... 我印象中... 他的那些... 要收得很快... 也是... 尤其是那套... 《鬼之內鳥》 《鬼之內鳥》 《鬼之內鳥》是很直接的... 《太陽絕神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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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是魔幻之類的... 很醒目的導演來的... 對... 那... 今次呢... 介紹的幾部... 關於文革的電影... 如果大家... 是有興趣的 inici 值得... 在釋對reuizono'd että Search 36 dia 過了五十年之後... 這段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呢... 其實都還在 academia... 可以說是... 中國歷史上這個... 最恐怖的災難... 黑歷史... 就是很恐怖... 尤其是如果大家沒讀過《文革歷史》 到讀的時候都會覺得很恐怖 今晚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我們會講什麼主題的電影呢? 因為之前有一集我突然間做不到節目 於是我就想補造《吸愛雷斯》的主題 再不厭其犯跟大家說有哪幾套 就是暗黑童話版的《愛雷斯》 我真的很推薦觀眾的這套 《Shawin 7 Mario》 另一個就是《Vin Vendors》公路電影之王的《Alice in the Cities》 《愛雷斯城市漫遊記》 第三部就是《南井進義的花魚》《愛雷斯》 還有《馬迪史哥西斯》 是不是第一部? 不是第一部 但是很早期 《Vinors》才是第一部 這個是早期 很早期的作品 頭幾部都是 這幾部是《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 這幾部都是跟《愛雷斯》有關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千萬不要走開 今晚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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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